那是我跟徐孟哲的挑戰 但我們兩個各代表哪一隊咧 我就...好了 好 那你就代表星星隊好了 對 好 現在星星隊是落後的嘛 沒錯 好 那我就代表的是放羊隊 我開著這個車頭燈已經壞掉的 休旅生喔 好 來 預備 我們請一個公平的人好不好 開始之後我們再一起吹 好 來 設設教練 來 預備 開始 開始 加油 不要小看我喔 想巴庫進終點 但是這個 因為他是迴力車 所以我倒著吹很累耶 他完全吹不動 好吧 所以是輸了怎麼辦 所以我應該發現是泛洋隊的車子 這個感覺起來好像比較流行一點 他用的車比較好 對 這個比較好 比較沒有風阻 對 沒錯 好 所以呢待會回來 我們來進行是懲罰 現在我們來看一下王力宏代言 手機要送給大家單曲CD的活動VCR 大家好 我是王力宏 好久不見了 我最愛的音樂密友0.94不見了 今天要拜託大家 一起來幫我尋找一下我的0.94 相信有大家的加入就搞定了 現在就趕快上活動網站 參加尋找王力宏的0.94活動 還有機會抽中手機喔 另外想要得到王力宏簽名單曲CD嗎 現在只要回到網路遊戲中 王力宏在尋找的0.94是什麼 傳簡訊SONG加地區姓名加你的答案 全送到5987就有機會得到囉 好 換回到王力宏 現在呢我們兩邊整個比賽已經進行完了 要看誰輸誰贏囉 對 我們現在來算一下 靠在一起烤默契的部分呢 是林志穎跟劉河納獲勝嘛對不對 然後呢再來看影片找茶的話呢 也是林志穎他們這邊獲勝 星星隊獲勝 然後呢這個誰是大騙子呢是 放羊隊 放羊隊獲勝 沒錯 然後 沒有啊 誰是大騙子是他們獲勝啊 是他們 喔對 是他們獲勝 立威廉他們對啊 對 然後呢再來是 剛才吹 吹賽車的 也是立威廉這隊獲勝 所以這樣子比賽下來的話是 平手 平手的話怎麼辦呢 我們就只好打翻譯啦 好 好慘喔 上節目也沒翻譯到 然後還被打 好衰喔 翻譯說 我真的很可憐啊 全部都在我身上 對 好 所以平手的話 我們當然就不要懲罰了啦 對不對 但是也希望大家可以支持 原聲帶也即將要在這個 跟大家見面的戲劇部分 也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 會讓我們還是請斯維好好 來聊一下這次的戲劇呈現 好的 那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屈中人付出國光幫幫忙的錄影 屈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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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次回到國光幫幫忙 雖然是擔任特別來賓 但心情是既緊張又開心 再度別賣的感覺真好 昨天好久沒有別賣 一開始不知道要用什麼樣的面貌 去面對大家 但是後來想想 這也是我工作的一部分 我必須不能老是讓觀眾看到我 就是消沉的那一面嘛 對啊我還是要打起精神來 把歡樂帶給各位觀眾 在這段日子裡 國光幫幫忙有了大嫂 第一頓幫忙 也再次創收拾高峰 那這位性質口快的大嫂 讓首次回棚擔任來賓的屈中恆 他們不是那麼好過 我沒有看過全世界這麼笨的人 那就是大嫂的 你知道為什麼嗎 被驗過以後 隔天還出來開記者會說 我沒有 我是被驗過的 你自己不知道你自己做了什麼 你不知道這會有證據的嗎 哪本的 證據想辦法 想到就很開心 雖然做錯事被大嫂罵的臭頭 但老婆一直陪在身旁 節目上是整情流露 目前尚未收到樂界通知 對於自己所犯的錯感到愧疚 也希望社會大眾能引以為戒 所有屈中恆的心路歷程 都在當即的國光幫幫忙 完全日樂陳昭尚 陳空靈採訪報導 歡迎回到完全娛樂的 完全Happy 好 是的 非常欣欣的即將跟大家見面 當然也有活動 會跟大家見面 詳細的 好 來有一個這個 泛洋猩猩小說的預購活動 我們請這個小智來幫我們解說一下 好了 那這個預購活動 就是即時起上金石堂的網站 預購 泛洋的猩猩電視小說 就可以想七九折的優惠 這樣 對 然後呢 詳情呢 可以上三立的網站 對不對 qw.settv.com.tw 就可以啦 沒錯 然後還有我們3月16號 也就是下個禮拜 會有一個 我們的一個 一個 算 應該算 適應吧 適應 適應會 然後會在這個新衣的微秀裡面 1點半 然後會有 我們會有一個 報一個電影廳下 然後還有一些 到時候我們片場的一些花絮 沒有看過的 只有在當天才看得到 所以呢 在這個電影院裡面看起來 感覺一定又更不一樣 不管是音效跟整個大畫面 所以希望電視機前的朋友們 都可以到現場支持 那當然啦 明天晚上的9點半 其實會不會緊張 因為第一集要跟大家上演 第一集播出會不會覺得 大家應該 心裡面多少會有點忐忑吧 其實緊張我想 一定會的 因為其實這是我 算 出道這麼多年來 第一個 實裝的偶像劇 那也算是 一個新的開始 所以說也是 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 放羊的星星 其實這一次我看 其實這個大家都 每一個在拍戲都非常用心 希望這一次真的希望 呈現給大家 是一個不一樣的感覺 而且我們真的是全力以赴 真的全力 其實我們從12月已經開始拍了 所以呢 等了上個月 所以真的蠻期待的 對 所以這個拍了非常久 希望大家可以支持 那洪曉玲這個在劇中裡面 也擔任的是要 這個比較心機的角色 對 你開始詮釋上面會不會比較困難 還是私底下就是心機的一個 其實我覺得 私底下 很容易 這樣也不準 還蠻心機的啦 真的 你看他眼神馬上出來 對 詮釋上面會不會很難 因為之前都沒有演過 然後那時候要接演的時候 其實也會怕說自己沒有辦法勝任 可是接演的時候覺得其實還好 因為跟玉山姐 然後跟導演溝通過 他們有跟我一個方向 所以還OK 可是我像從我這樣前面看到那個電子上 我忽然發現 他感覺上蠻適合演心機的角色 你有今天的打扮嗎 就 因為其實我覺得戲劇上 戲劇在打扮上 其實是會讓人家比較容易入戲的 對 因為一個角色再加上了服裝之後 你自然對這個角色定位就會更明確 那我們就看一下劉河南 就可以知道他在劇中應該是一個比較 比較就是那種就是 比較開朗 比較不會比較大而畫之的一個角色對不對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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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次跟大家的合作感覺怎麼樣 因為第一次在台灣拍戲 是 啊 我聽他講韓文會不習慣耶 好奇怪 剛聽他一個小子 現在習慣聽他講中文 一個小子的中文都會講韓文不習慣 好來翻譯一下 他說 你在幹什麼 一整集就在這邊站這麼久 最後才翻譯這幾句你忘記了 是不是 他其實說很榮幸能夠跟這幾位合作 然後學到很多 所以希望大家可以看這個 在明天晚上9點30分的這個《範園星星》 四位在劇中都非常的努力 想要呈現給大家不一樣的感覺 所以希望大家可以支持 當然《原生代》的部分 已經發行了 唱片尾一群 好久沒有聽到唱片上面的部分 這去年了 這次再一次唱片尾 然後這個歌名叫《對望》 然後非常感人 非常的好聽 希望大家可以支持 再次跟大家講一下播出的時間 在3月11號禮拜天晚上9點半的時候 在台視有這個首播 那緊接著在下一個禮拜六 3月17號晚上9點的時候 在我們三立都會台有 第二次播出第一集的這個部分 所以希望大家可以鎖定 三立都會台以及台視放羊的信心 那最後有沒有什麼機會要補充的部分嗎 呃 我想最主要我想再一次謝謝大家 然後我們一定會 之後的故事一定會更精彩 所以大家不容錯過我們的放羊的信心 沒錯那今天也謝謝四位來我們節目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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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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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ffice description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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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帶著 巴東 拜拜 拜拜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